现在各地的樱花盛开 在细致内沟西布道沿岸的 开满了粉嫩的花朵 除了粉色的寒鹰之外 在靠近赏银布道的福尔摩沙鹰 也是少见的白色花朵 也吸引好多民众来真相拍照 从赏鸟亭沿着布道走 除了有五分皮湖水生态 可以看这阵子樱花盛开 也吸引一波波的赏银人潮 抬头望去开满粉色花朵的 这是从一月中就开始绽放的寒鹰 现在进入尾声但还是好讨喜 看到这么多人来 长期以来栽种维护的李明 也是内沟西绿美化成员 就直说好有成就感 开发的时候是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话是 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那种粉红色 而且它刚好又在过年 过年前后开发 非常应景 它的花期大概就是从 我们1月20号到2月20号 接下来就是吉野樱 在这里我们广植了很多的樱花 那其实樱花从1月中开始到 到现在陆续 我们开得非常茂盛 也非常漂亮 寒鹰开得很好 但是寒鹰现在已经 已经慢慢过得发起了 但是在接下来 现在是福尔摩沙鹰 它整片白色开满了 我们这边的步道非常漂亮 欢迎大家来 大家随时来观赏 内沟西分属新北市及台北市端 现在热火公园樱花性人潮 而整个串联沿着步道 再走到新北市这一端 更有看头 从赏鹰步道这里进去 也是满满的赏鹰人潮 这一株株开满白色花朵的 福尔摩沙鹰 也就是白色的山鹰花 因为比较少见 民众都抢着拍照留念 提案这边走 有看到这里的八重樱花 然后一直走到这边来 对 白色樱花 我觉得这里的风景改善很多 很漂亮 大家看到我后面还有我前方 全部都是这个福尔摩沙鹰 那这边的话 大家看到我的左下方指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跟台北市 热火公园中间的玄间的步道 所以基本上这边的整个樱花 跟热火公园的樱花都是一体的 那我们在这边是经过几个 我们这边志工大家长期的努力 现在开始慢慢开花结果 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福尔摩沙鹰 已经在二月 它开花起会到二月底 所以欢迎大家 有空的话 大家来来 随时来观赏 内沟西岩县寒鹰 八重鹰 再加上福尔摩沙鹰 粉色白色花朵 结理盛开 紧接着三月中下旬 则是轮到了极眼 盛开 也热情邀请大家来赏花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